印度像在跑北米积极衝刺 国内的人口结构就是一大助力 印度2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数的一半 而且有四成的印度人是25岁以下 显示印度不止现在跑得动 还有很多子子孙孙等着接力 印度平均人口中位数28.4岁 比中国年轻了整整10岁 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当总数越多 也暗示着国家成长越有希望 然而随着人口变多资源分配 成了国民担心的问题 在有限的资源下怎么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 是印度政府已经开始苦恼的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计算 印度每天平均一餐的花费低于世界平均标准 但有70%的民政仍买不起 英国慈善机构也发现 印度40%的财富都掌握在1%的富人手中 资源分配严重失衡 富者越富 贫者越贫 为了弥平平负差距实现经济发展承诺 目的政府拨拟预算进行财政减税计划 政府拨拟财政减税计划 印度在莫迪政府的领导下逐渐现代化 持续朝着已开发国家的路上前进 但是也有专家警告不宜太过乐观 如果您问我一个危险项目 我看到人们太过分析 他们可能会费了太多钱 我的经历的观点是 这是一个国家 中国是中国印度是印度 专家表示时空背景不同加上政府政策也有差异 众人期待的下一个中国可能永远等不到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